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12月13日 星期二 我們的好朋友 李一平 繼續爆料 他就爆出 習近平 在河北保定 當副書記的時候 大興土木 幫了一間 興隆寺的寺廟 籌款擴建 之後 興隆寺一年有四五十萬人來參觀 從他的爆料之中 就是把興隆寺爆出 其實就不是一般的佛寺 而是 叫做摩尼教 摩尼教那些人很陌生是甚麼來的 我跟大家說另一個名字 大家 就會茅塞遁開 原來摩尼教 即是波斯明教 摩尼教有很多種名字 稱為明尊教 二尊教 末尼教 茅尼教 或者明教 他是發源於三世紀波斯的先知 摩尼所創立的 他 是一種 屬於那種所羅阿斯德教 和基督教 佛教混合而成的體系 他也是 信奉耶穌基督的 其實是一種混合的宗教 他有很多種的 送典型的波斯體系的洛斯底議員論 摩尼教吸收了所羅阿斯德教的善惡議員論的思想 基督教的耶穌崇拜 佛教的輪迴觀念 即是 集幾樣東西依大成 而且集合馬吉安主義對於舊約的否定 猶太教的天使概念 以及洛斯底主義的靈知思想 創造了二宗三制論的體系 摩尼教徒把自己的宗教比喻為博大無限的世界之海 之前的各大宗教只是一條河流 全部都是匯入海裏 我們要說說 習近平 原來是明教的教主 現在的新教主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在河北保定 做一個副書記的時候 就說要大興這個紙 當時是80年代 就要撥款107萬人民幣 去收這個寺廟 之後就有很多人來參觀 根據李一平卿所說 其實那些人根本就不是一般遊客 而是 摩尼教 一直以來 秘密在中國的傳承 但是摩尼教會不會存在那麼久呢 宗教存在了一千年呢 其實 真的是接近一千年歷史 可能更早 因為摩尼教傳到中國 最出名的不是張無忌 因為張無忌是後來這個歷史 根據這個 以天屠龍記 金庸就寫了一個虛寇人物出來 當然中間有部分是真 部分是穿著附回的 如果我們說回歷史記載的 最早的摩尼教傳到中國 就改了名叫明教 明教的教主最出名的 如果說越早就應該是北宋時期的科南 水壺傳 大家也有看過了 水壺傳到最後 宋綱 受到朝廷的號召 應該叫修編 朝廷收編了他們之後 就叫他們打方林 因為當時方林 這個反抗 是打著名教旗號 也是 社會的平均分配 好像有共產主義色彩的 方林自稱為帝 所以 宋綱就是打他 方林可以說是當時的名教教主 也有不少教宗 最終大家也是 大鑊死了 當然方林懂不懂乾坤大樂意呢 估計就應該不懂 那些是金融創作出來的 好了 到了這個後期 到了元朝的時候 明教 發展到變成義軍 當時 明教 有個起義的頭目 叫做韓山童 當然 韓山童 起義以義軍起義 當時 明教其實就跟 中國的宗教 其實就是佛教 佛教的百年宗 以及尼勒宗 結合了 變成了另外一種東西 即是說 後期的百年教 其實也是由明教分裂出來 他們 又像佛教 又像基督教 又像道教 總之就是一些大集會 韓山童其實就是自稱義軍首領 叫洪根軍 後來朱元璋也加入這個小明王的陣營 小明王韓林爾 其實就是韓山童的兒子 韓山童死了之後 人們奉他的兒子 韓林爾就叫小明王 其實很年輕 朱元璋 利用這個小明王的旗號去起義 也被封為五王 最後就是稱帝 國號大明 由於朱元璋是加入宗教造反起家 知道這種民間異端 水能覆舟亦能在舟 可以消滅 元朝 也可以消滅 所以 他當時就在洪武 即是職位那一年 下令 禁止民間的異端宗教 明教也是禁止了 當時大家都知道 禁止了明教之後 明教就要用其他的方式生存 所以 慢慢他就結合了 佛教 佛教的其中一個白年宗 所以之後的白年教 其實也是一支秘密宗教的分支 除了白年教之外 還有天理教 大家看看清朝歷史 打白年教就可以找到白年教 其實在清朝有幾次作亂 作亂之後 被人家剿滅了 而另外一支 叫做天理教 說白年教 可能大家看電影很多人 例如是黃飛鴻 裡面有白年教 其實也是那一支 佛教和道教結合了 總之也是大集會 主要也是宣稱尼勒江世 另外有個尼勒教 也一樣 尼勒江世 有聖人出 又要革命 其實中國歷代 歷朝歷代 也有這些用宗教名義起事 後來 在嘉慶道光年間 出了一個 天理教 我想大家應該也有看這個 武藏元素黑衣 裡面有天理教 在佛生的清朝 應該是嘉慶道光年間 天理教作聯 當時有幾百人 就是圍攻這個紫禁城 最後當然是被人消滅了 其實是根據歷史去改編的 真有其事 徐少強做的教主 就是當時天理教造反那個 很多時候 就算金融寫小說 或者電影拍出來 很多不少他也是根據一點點的歷史去改編 我們這次看看 習近平 他是不是 成為了這個名教 現在秘密名教的一個教主呢 我覺得不是完全不可能 因為當時 一個河北保定的一家佛寺 一年有四五十萬人來參觀 可能那些 就是一個 宗教 秘密的教徒 我們說回這個 這個名教 基本上現在 名教的純粹打著 魔尼教 就沒有甚麼了 在福建的泉州 浸江市 有一間魔尼教的廟宇 草庵 其實在福建的泉州也有一些 名教 即是魔尼教的痕跡 例如 馬可伯羅尤記 他就寫過 他在福建遇見了一群信徒 信仰不明的教徒 又不拜偶像 又不拜火 又不信穆海默德 但是看起來又不像基督徒 他們將那種信仰保持了800年那麼久 在馬可伯羅的推動之下 當時的忽必烈就承認了他們基督徒的身份 整個福州當時有70萬戶 保持這種信仰 他們的信仰跟蒙古朝廷的警教徒有很大差別 警教 其實就是基督教 大家如果讀過書 其實在香港讀過書 一定會有 看過一塊碑 叫做大秦警教流行中國碑 大秦 其實 就是羅馬帝國 當時他們稱羅馬帝國為大秦 警教其實就是基督教 這個諧音就是警教 其實中國人對宗教的概念是很混亂的 因為中國是 多神教 一直以來有很多種不同的宗教 即是滿天神佛 甚麼都拜 拜玉皇帝 與佛道 最初也是如此 後來就建了很多種宗教 但是 其實我們看回那麼多年以來 打著宗教旗號起事 剛才說了很多 荒濫也有 然後又有八年教 又有天理教 又有明教 最成功的就是明教 建立了明朝 不過後來 朱元璋當然是國僑抽版 靠著明教當時的力量去發展 最後 做了皇帝 名字也叫做明朝 但是他就禁止明教 現在我們會看到習近平是不是想靠著這件事 而去 去 奪權 又是不是靠著這個宗教背景 因為當時他不斷大力去支持宗教 每去到一個地方 每去到一個地方 每做一個地方官 在一個大興的宗教 而且 還好像控制了整個佛教 大家有興趣可以聽聽聽李一平興最新的節目 他 講了很多佛教的東西 當然我本身不是很有研究佛教 我 就對於 他明教的身份 很有興趣 所以可以說 他現在應該就是 在大陸 這個明教 地下宗教的教主 也可能是因為這個宗教關係 吸引到 曾慶紅 又或者 江澤民當時的垂青也未定 真的不知道 我們看到宗教在大陸 尤其是所有宗教 到了大陸 變了異化 人家信教是導人向善 中國信信下變了百年教 變了天地教 甚至乎 變了 太平天國 說太平天國更離譜 當時的太平天國 據說 總共屠殺了六七千萬人 因為太平均所到之處就是屠城 而滿清收復太平均控制的地方也是屠城 最終 整個江南死了很多很多人 所以 中國人 其實 他們 很多時候不是道人向善 是利用宗教去做一些不法的事 最多是行騙 後來就是我們造反 好了 所以大家很多時候都要看清看錯 我有很多朋友告訴我 他們在大陸 尤其是信佛教 他說大陸現在的佛教 根本就不是正宗的佛教 已經是魔化了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佛教 其實已經是魔教 原因就是 他們信佛 根本就不是要道人向善 是去求財 現在大陸人擺份是求財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來的 不是去收法 包括 習近平的父母也是信過祖佛 這個 尤其是深圳有一個宏法子 就是有一個和尚 就是習近平去幫他升上位的和尚 搞的宏法子 本活和尚 就是宏法子的主持 就是習近平幫他建立的 他老母齊心就很相信這個和尚 很相信這個佛子 他甚至乎建了一個秘密的佛堂 給他 參拜 我們朋友在上面 他就說他讀過一本佛經 就是說 在末法時代 魔教 魔子 魔孫 會假扮憎人入墳門 抹法時代 即是釋迦列盤 之後的2000年 其實釋迦列盤了2000多年 現在一直都是抹法時代 一直要等到未來佛 即是要尼勒佛江西 佛法才會重新降臨 所以 他們在不斷地說尼勒江西就是要造反 現在的尼勒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習近平 另外他說 現在那種假佛 根本 完完全全 全部都是歪曲了現在的佛理 是一班假和尚 他們純粹是為了利益 很多時候他說 他們身邊的人信佛 越信就越霉 運氣越來越差 原因是你們在擺一個 你們在擺一個魔鬼 大家應該有看過 那套叫做 人間道 應該叫做人間道 即是善女幽魂 其中一集 有個和尚下有個佛 叫做普道慈學 劉勳扮演的角色 這個普道慈學其實是一隻 不公正 他是扮成一個佛 實際上就是邪教 現在的中國的佛 我想其實任何宗教在大陸 被共產黨控制了之後也變成一種邪教 所以 根本你相信他 你不會有好結果 你不是去 修心養性 不是去行善 不是去做好事 而是想著求財求發達 像江澤民那些拜佛 原來是求財 求運的 求官的 哪有這些東西的 佛哪有 保佑你做這些東西的 所以 大家真的要 謹慎一點 這節我們先講到那麼多 大家真的有興趣呢 聽回《一平兄》 這一節 我覺得很值得大家聽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發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的連結 就是有Discount